AI教父輝大執行長黃仁軒 19號發表了旗下最新的GPU運算平台 Blackwell的時候 他就坦言這個運算系統裡面 有數萬個甚至是數十萬個零件 其中有非常多都來自中國 雖然說他並不預期會出現末日劇本 也就是說在中國跟美國之間 但他也不鐵齒 正在為中國跟美國緊張的局勢 已經在做最壞情況做好準備了 同時他也透露 這個Blackwell嚴重依賴台積電 生產的先進晶片 因此黃仁軒就預測 隨著AI需求持續的飆升 回答跟台積電的關係 會變得更加的緊密 可能是回答最密切的 合作夥伴關係之一 另外在美中角力風暴中心的 還有蘋果公司 不過蘋果的態度 是跟中國站在一起 像是執行長庫克20號 在上海蘋果中國總部 就跟三大供應商 比亞迪蘭斯科技 長銀精密負責人來會晤 聆聽他們展示公司最新的營運成就 同時外界也猜測 他此行可能也是要來參加 蘋果旗艦店的開幕 而蘋果在上海開設的旗艦店 是斥資了8000多萬人民幣 超過台幣3億元 外界認為庫克這次親自出馬 就是想要力挽狂瀾 搶救蘋果不斷下滑的銷售量 那對此呢其實庫克也再次強調了 中國供應鏈對蘋果的重要性 聲稱蘋果未來將會繼續維持 與中國供應商 緊密且雙贏的夥伴關係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